大家好,又是我許柳先生,繼續和大家做望向晚報的時間 今天是2019年8月20日,晚上時間已經到12點了 又是那句,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還有,如果有什麼想發表和分享,請你留言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請你也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節的標題,寫著深圳取代香港的一個問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這一節呢 就是在八一八當晚勇武那批暴徒兵團,克爾兵團 最後都沒有跟警方開戰,散去 雖然散去,大家不知道心情或想法會不會跟我有些近似呢 就是社會上有一幫所謂勇武也好,或者什麼都好,這些蟑螂兵團 他們還未願意解除武裝,釋出他們善意的一面 有些人說可能他們不打就代表善意,我覺得就不是 有一幫這樣的人,隨時都可能會捲土重來 其實感覺上就好像社會上的隨時計時炸彈一樣 會有些坦激的心情,雖然他們說我們這次給和理非的一個主動權 下次就輪到我們勇武了,其實香港市民這樣聽到都很害怕 與此同時,在一個這麼坦激的心情,818之後 819,即是19日那天,中國那方面就出了一個可以說很震撼的一個政策 就叫做深圳先行示範區,它有8大方面跟港人有關 其中有一樣,我也覺得是挺震撼的,它就說關於港澳居民那方面 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就可以享有深圳市民的待遇 也就是代表著香港市民是可以回到深圳工作或者深圳居住的話 你可以享有到當地的,例如醫療或者讀書那方面的待遇 深圳市民一樣的待遇,其實某程度上是對於某些香港人來說是吸引的 我不知道聽眾怎麼看,某程度上有一部份香港人一聽到 叫我回大陸工作或者怎樣怎樣的話 叫他不要住在,不是不好的,你可以試試回國內去尋找一些新的工作機遇 或者可能新的生活模式那些,有些人會很反感的 即是即刻會啞起一個港的,我不知道聽眾怎麼想 但某程度上如果香港是被所謂那些叫做蟑螂兵團要攬炒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有些區那些叫做樓市已經開始大幅劈價 去及劈價求售,還有看到那些不同的零售業或者酒店業 我們看他每一部都說過好幾次了,酒店業的環境是怎樣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標題上寫著,這次最好的時候 這是最壞的時候,大家知道這句話來自哪裡 其實是來自迪更斯的雙城記 如果香港和深圳可以當是兩個不同的城市 這個雙城究竟是怎樣呢? 是不是某些香港人可以嘗試想一想去深圳再尋求發展呢? 某程度上應該被這個黑衣兵團,或者那些叫做 暴民,那些黃絲,都搞到短短幾個月之內,兩個多月之內 我都只是嘆為觀止,或者說很令人傷感 原本是一個還很有可塑性的地方,即是香港 被那些人這樣做,所謂爭取的五大訴求也好,什麼都好,改變社會也好 竟然搞到這樣,是很可惜的,現在回到深圳那邊說 嘗試去改變他們的政策上也好,經濟上也好 嘗試給大家一個機會有一個新的發展,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都不太清楚究竟是怎樣,因為始終是大家,每一個人的際遇 每一個人在生活上的要求不同,聽眾不妨留言告訴大家 究竟你們會怎樣想,或者怎樣去看香港之後會怎樣 究竟是覺得深圳會有發展,還是想繼續在香港打拼呢? 不妨留言吧,好了,到聽眾留言的時間了 對了,昨天我綜合大家的留言,原來大家對於這個節目封面用的圖 都非常有要求的,大家原來看到黃翅峰和毛孟靜的蜜頭 就是在這個片段的影片裡面,不停地出現 有些人說要生氣到打爆電視,有些人說睡不著,煩惡夢 這個我收到的了,我們會檢討一下,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晚間的節目 如果真的大家晚間去聽去看的話,那就不太好,一打開看到這些東西 我會檢討一下,大家放心放心 好了,Calvin Yun,他就說了,今次這件什麼鬼的事呢? 原來香港有這麼多無知的人,發覺到 證明香港教育的問題,怪不得那些語言,全部送了自己的子女去外國讀書 不單止外國讀書,有些可能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讀 始終他們都是不相信香港的教育,這個是事實來的,其實都蠻可悲的 高官也好,那些議員也好,怎樣也好 然後Pita Yun就說了,這一場暴動其實是照搖的,平時看著溫文以牙,文明講理的香港人 哇,一戴上口罩之後就變成一個暴徒,還可以禁暴力 如此的可怕,傳媒又可以磨人沒良心,偏幫暴徒,製造謠言,假新聞 更荒謬的是什麼呢,香港原來如此,這麼多盲目,偏聽,沒有分析力,沒有思想的人 看到香港發生這麼多暴力事件,竟然可以視而不見,繼續力挺這個暴徒 原來香港人只是帶著一個紙面具,把面具撕去之後,原來已經是難透 不單止,我覺得對這些暴力行為視而不見,甚至乎是包庇 道德上那些已經是沒有了,例如那時候機場好像有人說要趕著去走 然後因為父母,好像是母親就快過了,那些暴徒竟然說 你不要跟我說,你問問林鄭月娥那些,或者叫你家人不要死 哇,這些喪盡天良的說話,你都說得出來的,這些已經是毫無底線的,例如呢 好像那個機場的副國豪的時候,用索帶扎著她 看回報道,還說當時的人說要是排隊 即是逐個逐個排隊踢她一腳,那些這樣 哇,現在簡直去到文革的時候,那些那麼恐怖 沒有想過這麼滅絕人性的,然後好像這些之後,拿一個紙牌道歉 然後還讚她們做得好啊,有承擔啊 喂,香港去到一個很恐怖的程度,究竟是 SandyJed說,她們說她們已經回不了頭,之前弄得這麼容易用,唯有死撐,我都看她們辛苦 那也是啊,即是呢,她們那些什麼泛民啊,已經說了什麼不切割,不譴責那些,又什麼不督夫那些 那,沒理由現在突然間有譴責她們,或者跟她們切割 那如果那個反彈呢,都會幾大,給那幫勇武的,所謂的暴徒的,哇,真是 更加是,不用選了一次,即是,有我們一些良民,或者中間的市民,應該就 會砸起這幫泛民這幫人,如果再加上這幫所謂的,她們支持了很久的勇武 好啊,的抗爭者,即是我們覺得是暴徒,如果她放棄的話,那就大件事了,這批的票也沒有了 好,接著這位叫Line Penny,以下事情是我吃晚飯的時候聽到 好,上星期六,8月11號,晚飯時間旁邊來的兩個皮膚,又黑又好fit的年輕人,大概是十烤叉水 說自己衝了警察整天,就好累,當晚不再去衝了,又說自己好打得,又走得快,還笑那些被警察抓到的人 我相信,Penny說這些是,現在警方都很頭痛,很難拉的一部分 如果大家有看,最近有一次尖沙咀,拉人拉得比較多一次 你會看到,是那些很肥啊,走得慢啊,那些很新,很green的那些年輕人,走出來衝,走不及,就被警察抓到 即是被速龍小隊按住,捉到的那些,你看得出他們,這些是,這些是,即是 衰點說,是傻傻傻的那些 最fit的那些,或者破壞最高的那些暴徒,是,仍然在逃的 所以之前有些人說,為什麼警方派臥底去,怎樣怎樣那些 即是反對的做法,我就某程度上,我就,我贊成是,要派臥底的 你有臥底才知道,這些人究竟在哪個位置啊,你才有機會捉到他 這些,社會的計時炸彈來的 然後就Emily Law,她說,香港很多中產階級都是支持蟑螂 繼續下去,中產變無產才會醒 還有一些醫護,社工,教師,所謂的公務員,拿著政府的薪金反政府 這些人沒有道德良心,太自私,太可惡,可憐其他市民 就跟著他們一起陪葬,哇,這個又是說,Emily你就說出了 現在香港那個現況,其實想起都覺得很擔心 即是他們,這樣去破壞社會法,即是已經是破壞到,不是,扔磚,或者扔汽油彈 搞到一些地方,不得安寧,破壞街道,拆鐵欄,這麼簡單 他們是要令到那個經濟上,還有那個社會上的不穩定 他們要在這方面這麼無形的破壞 這裡才是最突然間更加可惡,這些是肉眼見不到的破壞 你說要普通市民一起陪葬,這個是說得對的 剛才Emily提起那些支持蟑螂,包括了那些醫護 有位聽眾,他就PM了我去我許留山的Facebook 他給我一段聲音,希望我轉述出來 當然不能說他叫什麼名字,我叫他叫小天使 他好像整個小天使那樣,他的公仔 他就說,有一件事就是有個人,他打算去看醫生 應該是政府醫院的,應該是實際的 看醫生的時候,醫生問他,你睡得不好啊,那些 然後醫生就支持,原來他的醫生是超級黃絲來的,就是極心黃的一隻 後來這位去看醫生的人就跟他有些證件上的不合 然後這個醫生就瘋了,後來就搞到又要叫警察 然後又要類似有避案,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醫生看到他的個人資料 大公開,後來又轉了醫生啊,然後又寫了一些信去投訴啊 其實都,頗有人害怕的,因為原來一個意見不合 就算是你做一個這麼專業的工作,是病人的性命在你手上的話 你都可以瘋到這樣的,那社會都幾多這些不同的計時炸彈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好啦,那今晚再讀最後一個留言啦,這個都比較長一點,不過我覺得寫得很好 那他就叫Easy Refill,那他就說什麼呢,他說呢,民主自由是什麼呢,每次 這個遊行示威呢,結果都是有一些破壞分子,通過暴力攻擊這個警察 我覺得都不是單止攻擊,這是嚴重暴力行為 在媒體偏坦的情況下呢,就說他們是爭取民主自由 那我相信呢,就通過網上討論什麼是民主自由呢 大家呢,能不能夠重新檢驗什麼是什麼民主 或者呢,他自己說得不對啦,或者有些人要補充啦,歡迎大家參與 希望大家以事論事就不用人身攻擊,等等 他就說,希望大家通過討論,重新清楚 究竟怎樣才讓香港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開口罵人,不合作,打人暴力,遊行暴亂都已經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暴力只會令到增加矛盾,使用暴力的結果到最後就是看看哪一個拳頭大 但答案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叫做蟑螂兵團,真的太誇張了 好了,再說吧,民主究竟是什麼呢?首先,自由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第一,自由民主首要的條件就是小草逢人多數通過選舉之下定領導的人群 第二,通過法律的約束監督所有人的權力和被尊重 第三,個人的自由不能侵犯眾人的自由 第四,個人的意願不能違反法律,理想不能超越現有的法律約束 第四點就是這裏,剛剛說這裏,這班人所謂的追求民主,訴求,雙普選,改變現狀 完全超越了法律的約束,不是超越了,是完全無事 是完全執行自己的法規,等於他們可以用索帶行私刑 為什麼在2019年8月份,7月份,8月份開始,原來香港會有一種叫做就地政法,索帶行私刑 什麼有這樣的事嗎?我真的看到我真的打了個凸 那,他還繼續說了很多,大家如果想看,可以去回昨天的那個叫做 是說黃之鋒那一段,還有說多一點對於民主方面應該怎麼看的 好啦,那今晚時間都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聽先啦 好啦,那繼續聽聽音樂啦,多謝大家今晚的支持,真是好多謝,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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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